細心完成手沖咖啡 飄散出濃郁香氣 日本人氣名店原田宴咖啡 三年多前來台插旗 吸引不少咖啡名朝聖 還引發排隊熱潮 但近期門市卻一家一家關 如今就連臺灣手店 也宣布將在月底結束營業 覺得有點可惜耶 怎麼會這麼突然 因為我基本上有經過 我就會買一杯 就四月之後就全部都買不到 我們先進去買一杯好了 どうぞ 楽しみください 原田宴咖啡 二零一一年 在東京會比售起家 最大特色在把產品包裝 和杯身都結合日本元素 二零一八年九月 由成品代理 陸續在台北台中拓點 沒想到今年一月 先是一口氣收掉松菸 和微風南山店 二月底成品信義店也歇業 如今創始的南溪店 二十四號席燈 僅剩的華碩利德店 則預計四月一號結束營業 所有分店通通收光光 很大型的 超過四百間的這種連鎖的咖啡店 都已經在台灣生根了 所以如果主打一個咖啡 卻只有日本文化 可是可能對消費者來說 的鑑別度沒有那麼高的同時 他可能就回到價格的CP值去考量 這一次把所有在不同的電型裡面收回 針對原田燕咖啡收店 成品則強調不會撤出台灣 未來會重新調整營運模式 和布局策略 以嶄新的面貌重新再出發 三零星輸送一塊 李孟山 台北報導